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雪龙江 侯友宜今天公布竞选办公室人事 有关会前秘书长金普聪 担任竞办执行长 还有泽密宗 谢龙介等五人 那传出金普聪愿意进入侯办 就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有砍人的权利 以侯办之前应对危机的表现 谁会被砍掉呢 还有金普聪跟地方派系的关系 当年马金体制金普聪小刀变大刀 砍向地方派系掀起党内的兴风邪狱 那现在金小刀又要来了 前立委邱毅说 会不会刺激这些牛鬼蛇身 更往郭台铭靠拢呢 那这样对侯友宜有什么帮助 还是能够镇住小鸡就好呢 但小鸡现在忙着勾搭柯文哲 金普聪要怎么处理 一样挥刀吗 问题是侯友宜民调如果还是第三 加上今天柯文哲跟蔡壁如 一起到台中大甲镇篮宫参拜 蔡壁如说要勇于挑战绿营的强区 那柯文哲的最强心腹蔡壁如选区域 蓝营还有戏唱吗 不过柯文哲自己也是内外交迫 郭台铭有意并购民众党祖郭科配 那柯文哲怎么没有反抢 你想的美啊 只说大家吓到了 那郭台铭七月中还要赴美会面 美国亲中推手 郭台铭又在铺陈什么大戏呢 而柯文哲民调第二已经开心的分官封诀 还想到有六千个文官职务可以运用 但他美其名说要重建文官制度 网红chip就质疑 你连民众党的议员地方势力都管不住了 那管得住六千个职位吗 还有重启服贸一下否认 一下又说肯定要做 国民党团批全是为了吃蓝军的票 那绿营则批你要开放哪个行业呢 不要再欺骗年轻人了 重启服贸对台湾会怎么样呢 台商解析中资养套杀的攻势 是会增加台湾的就业 还是混乱台湾社会呢 最新局势发展 在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首先是民进党先北市议员 主观庭 中江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再是台湾智库蔡理会长王一川 达的阿满 资人美田周玉寇 大家好 好 再是专栏作家吴坤玉大哥 大家好 资人美田邱明玉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再是财经专家徐清皇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 侯友宜今天公布竞选办公室的新人士 由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担任执行长 侯友宜 动算 友宜 侯友宜 侯友宜 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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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拉这手喊动算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公布竞选办公室一级主管 最受瞩目的当然是他左手边这一位 曾经帮马英九打赢两次总统大选的金普聪 是我特别再三的拜托 他愿意为我们中华民国为台澎金马这块土地 一直往前走 我们非常的敬佩 也感动 我跟侯市长其实并没有在此之前有深交 但是我观察侯市长 他有一些非常值得珍惜跟敬佩的特质 一个领袖一定要谦虚 能够国采众议 能够尽忠职守 把人民放在心底 台上一字排开 从最左边的林洪池 曾任马英九时代的政策会执行长 再过来的曾明宗杜子军 也是马政府时代被重用的政务官 谢龙介和马英九也有良好的交情 这算是马家军全面回归吗 我觉得这只说明国民党的执政 培植了非常多的人才 在过去台湾的经济企迹中 都是可以作为民政 也就是说我们是专业取向 所以它不是哪一个团队 因为在马总统找他们之前 他们也许跟马都没有任何关联 选战诉求政绩表现 而各地有益人士支不支持也很重要 对于外界质疑 在马金体制时期 金普聪和地方派系 结下很深的心结 本人对这个说法很不以为然 2015年后 金普聪就淡出政坛第一线 七年后复出就担任救火队 各阵营都在观望 这把刀还稀不稀利 侯友宇今天宣布 他的竞选办公室升级 那金普聪愿意来有一个很重要条件 说他要有砍人的权利 那到时候如果侯伴有谁被砍了 侯伴到时候会不会搞得一团混乱 他会去韩国瑜的话 可怜啊 真的很可怜 台湾讲刚刚那个看这个新闻画面 不知情 还以为今天是这个金普聪 要出来参选 那你看整刚刚通篇两分钟的新闻 你没有看到侯友宇 大家把侯友宇的掰给都剪掉了 会也没有讲话 那甚至你知道我们那个记者 在回报的时候 就说侯友宇 讲到金普聪 500字点点点省略 就完全都不报侯友宇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你今天一个候选人 怎么会选成这样 他谈话没有内容 是 他谈话没有内容 但回过头来 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可怜 因为坦白讲 你现在这个时期了 照理说侯友宇 你是母鸡 应该是最强母鸡 你不但要帮自己 而且你还要拉抬小鸡 可是你看今天所有新闻 通篇一律 都是在讲说 救选情 大家下标都是五虎将来救选情 那要么就是说 不会换猴了 郭台鸣这个什么梦断 大概都是这样 所以也就是显示说 第一个真的侯友宇的选情 真的很不好 所以你不但拉抬不了小鸡 你还要靠别人来救 所以为什么我说可怜 这三个字 那再来 你说这个五虎将 这五虎将 那现在刚刚这个 中将你已经介绍了 那必须讲说 这五虎将 大概都是马英九时期的 比如说林洪池 林洪池大概我跑新闻的时候 他是国民党的政策会执行长 说穿的就是马英九时期的大党编 所以他跟金普聪是蛮熟的 因为他三不五十就要进总统府 跟金普聪去报告一下立法院的一个情况 那再来曾平聪不用讲 就是马英九时期的官员 金普聪更不用讲大掌柜 然后杜梓君是马英九时期的政务官 行政院副院长 那这个谢龙介 就是马英九时期培量出来 在台南那个时候是青年财俊 所以你可以说这五个通通都是马英九时期马半的人 对那你今天呢 大家会好奇说 你找金普聪出来 当然就是说救驾 就是挽救他的选情 老三已经不能再叠下去了 那事实上呢 你知道今天记者去采访的时候 大家都有一个感触 就不要再说金普聪是小刀了 大概是老刀了 老刀出窍 因为六十六岁了 我讲好听 保刀位好了好了 保刀位的好 是不是一般都这样讲 人家愿意出来救驾 当然还是要心存感谢 不过说实在为什么要找他 就我的了解 还是谢龙介去找的 因为谢龙介就是跟马那边很熟 那他跟这个谢政达这边 因为他们真的这个团队确实也谈过 你包括谢政达 或是说包括现在陈国军 真的没有一个有超过全国性的 这个选战的盘都没有 所以你没办法 你最后还是得找金普聪 他是唯一大概少数几个 有超过这个总统大选选战的盘 所以最后变得只有拜托 侯友宇出来拜托他 他最后才能出来 那金普聪不是说吗 他愿意出来 那显然一定要跟侯友宇谈好条件 不然他说他跟侯友宇都没有深交 那他说一个最重要关键条件 就是他有砍人的权利 是不是也就是说谁不听话 谁就得走人 这就是一个很悲哀的地方 那事实上你看 今天所有的交情都摆在金普聪 那大家就会问了几个比较尖锐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觉得都是侯友宇 没有办法回答的 包括就是说 那未来要听谁的 这是第一个最 今天有三个尖锐的问题 第一个最尖锐的问题 大家就问说 那将来你这个团队 是要听金普聪的 还是要听朱立伦的吗 重疆你就刚刚问的很好 就说那金普聪说 你要给我砍人的权利 那你要砍 你要砍谁 大家当第一个是指使 要砍傅昆琪 所以问题就来了 你今天这个团队 还是要听金普聪的呢 那如果你 而且他每当砍一个人 那个人背后 可能又是谁的人马 哦那问题就大了 可是你看嘛 金普聪今天就很霸气的回答说 当然是听我的 而且他讲说 未来这个团队只有执行长 没有什么主委都没有 那现在看起来 他说老板是朱立伦 球团的老板是朱立伦 但是操盘 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是操盘手 他也认为说 未来都是要听执行长的 你话今天讲的这么的霸气 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 这第二个问题 紧接而来 记者马上就追问说 未来这个你跟傅昆奇怎么样 因为不要忘记 才在前阵子的时候 同舟计划要开始的时候 这个金普聪是用两个字 来形容这个傅昆奇 是用病毒两个字 而且他当时还毫不客气 去痛批朱立伦 你怎么放任病毒在那边乱窜 所以你大家都在看 如果说你要给我砍人的权利的话 你第一个是不是就要砍向傅昆奇 问题是他问到傅昆奇 这一题之后 他竟然扭回去了 他说傅昆奇 他是其中跟他比较不好的派系 地方派系 他只有讲到这里 所以至于要不要砍傅昆奇 他没有讲 就完全没有 他就说 等一下他是要砍派系 还是砍这个侯正营的 这些相关侯伴的人 看起来 对 那看起来两边 因为你第一个要砍嘛 现在目前侯伴 侯伴当然有内部的一个整合问题 可是对他来讲 大家放大的都是第二个问题 就直接问说 就直接问傅昆奇 因为看起来国民党没有要处理他 你性骚扰事件 国民党也拿他没办法 也不处理他 那再来如果傅昆奇 在你金普聪眼中是病毒的话 你是不是第一个要处理他呢 看起来也没有 他就先推给了 就说地方派系 就我们来看地方派系是谁负责 是曾明宗 其实我也不太理解 曾明宗为什么负责地方派系 因为说实在 他现在是国民党的 这个立院党的总招 没有错 可是事实上 他长期是金管会的主委 跟金融相关 他跟地方组织有什么渊源 所以今天问到这题的时候 曾明宗跳出来说 因为傅昆奇是中常委 也是这个立法委员 所以是他管辖的范围 我也不知道说曾明宗 你哪有办法去处理傅昆奇 连你党中央 大家对于性骚扰 都已经指正立立 党中央也是没办法处理他 那这个是我们看下去 最后一个大家还有问到说 那你郭台铭 郭台铭总可以处理吧 郭台铭跟马英九这么熟 金普聪你跟马英九也这么交好 你总是可以处理郭台铭吧 结果这句话他说 他竟然讲说郭台铭的问题 我们就是请曾明宗来处理 所以我来说他今天呢 他讲的满满 这个操盘我负责 那问题最大的两个问题 你都负责不了 我在这边最后报一个料 我认为他今天可以处理什么 他今天就是处理新闻议题 跟那个文宣 你知道以前我们跑新闻的时候 他最擅长是什么 最擅长是找我们的长官 只要我们 我们写那个蓝营不好的新闻 只要这个新闻一播出来 你马上就可以接到电话 而且他是直接跟你 金普聪是直接跟你讲说 我会找你们的长官 他就直接讲说 我会找你长官 对 那你知道今天很多同业就开始在写 当年被押新闻的那样子的一个困 你看惠玉大哥就点头如倒算 对 所以媒体界大家又开始这个紧张了 我们都跟黑 所以我们都碰到金普聪 押新闻的那个年代 但是我这边要奉劝金普聪 你当年押新闻的这些对象 包括我们在内 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是长官了 所以大家都已经有经过 你押新闻的那个年代 而且这些人都已经变成长官了 所以这些人今天把这些事情写出来 代表说以后不会接受你押新闻 因为我们当年都遭受过 被押新闻的那个痛苦 所以现在我们变长官了 怎么可能在对你押新闻 所以我觉得金普聪 你还要用以前的那个思维 来处理新闻的这个方面的话 我认为他做不到 对的确 因为金普聪既然要担任 侯友宜的这个进办的执行长 因为过去他就是以金小刀文明 只说这个吧 这把刀到底是变大刀 还是变老刀 还是宝刀未老 而且他开出了条件 就是说他能够砍人 但凡有不服从这个选战团队指令 不听话的就马上走路 所以可以看出 他的这个刀应该仅限于进办之内 他有可能把这个刀砍向地方派系去吗 一川兄怎么看 金小刀重出江湖 要来帮侯友宜了 到底能够帮助多少 金小刀一出手 侯友宜就稳了 稳了 就是不会再崩盘了 这样哦 那大家就放心了 就是说稳了 但是维持在前三名 那也不会到第二名 前三 你一直说落到第四 维持前三名 只有三个人 只有三个 但是他不会再往下了 那因为这个金小刀一出手 我给他定义 他有三个定位 第一个就开始要贯彻两岸一家亲 两岸一家人的这个框架 所以包括所有的政策 包括这个讲福茂 讲这些有的没的事情 就会回到这个所谓的 就是说这个深难 回到中国不讨厌 回到马政府马英九那个基调 没有错 就回到这个大概八年前 十年前那个概念 那这个框架一框下来 继续往下走 那第二个呢 就是黑金要选边站 黑金选边站 不管是电脑选的 自己选的 反正你们都要选边站 他会有一只橘子写黑 一只橘子写白 看你要站哪一边 那金小刀过去 金小刀是很痛恨黑金的 他以前在马政府的时代 他对那个黑金 是雷利风行 四个杀杀杀杀杀 所以他认知的地方派系 跟他之前给人家少掉的地方派系 不一定是一样的 那这些黑金就所谓什么 疑党冠的 这一票的人 接下来都要选边站 就是说 你要来支持侯友谊 还是你不要支持侯友谊 一方面当然叫大家选边站 二方面也让他的敌对阵营 快速集结 所以才会有议长说 不然我们就全都包包回来 现在金浮冲出我们全都打包了 不然我们就都不要管了 你敢骂你就自己去务 当然你怎么对台湾 所以黑金必须选边站 第三个就是认知大作战 就是说 刚刚这个明玉姐讲 这个金浮冲接下来就操作什么新闻 操作可能操作文宣 他就开始比较大规模的 去操作媒体的这个舆论 可是问题是 他才会在这政党 这政党要操作很简单 卡一栋转回去 他现在是在那栋 他今天讲一件事 球团老板只要支持球员 球团老板在干嘛 球团老板在付钱 付钱的是谁 球团老板是朱立伦 所以金浮冲你是说 叫朱立伦拿着钱 拿到你手上 叫你去操作认知作战 你在做梦 这些资源怎么可能会落到你的手上 可是金浮冲最后这个功能 认知大作战 他大概就会去重新整编 他的这一个文宣的团队 他的发言人的这一个团队 好 今天亮相的这几位 最特别就是曾明忠 曾明忠是组织的召集人 在专台湾的做这盘 曾明忠在看 曾明忠去到分林 去台南高雄冰冬 有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人 他今天又炒大 我做什么政绩 财政部还经济部的 什么长次政治 金管会主委 我一生都是公务员 跟电影都没关系 你一生公务员 你怎么会抄组织盘 组织盘有很多暗黑的事情 要处理 我们要抄组织盘 组织盘是很多暗黑的事情 那这个曾明忠 曾明忠很抢戏 连人家在问金普冲 别扣拿过来讲 人家在讲什么 胡茂太将拿过来讲 都在讲 他好像想要再展现说 我是很有这一个实力 这是第一个是曾明忠 他搞不清楚选举的组织 是百公百业 什么士大师 什么建筑师 会计师 什么医师 什么老师 就很多师 要去组这个后援会 然后不同的中庆会 要去组吗 然后四大社团要去组吗 然后各种工会 协会 通通要去组 百公百业都要组 曾明忠 你如果没有实在拌 你要组什么 然后呢 第二位特别的 是这一个杜子军 杜子军今天唯一的发言 就是讲胡茂 那当时的胡茂的 这一个战队 当然就是江仪化 杜子军 再加上曾明忠 所以这一组 就是胡茂战队 所以他们接下来 因为胡茂去 胡茂就唱了 所以接下来 他不会大量在宣传胡茂 所以要抢回来 有机会再说 他们绝对再说 当时收到尾困 当时的媒体 都反胡茂 这个时候 他当然就抓回 这个主导权 然后呢 顺便跟 跟这一个阿京阿公 我们有开始讲 因为 今天国台办 有称赞柯文哲 说 说得不错 为了胡茂的事情 杜子军 叫曾明忠 如果撞得住 所以他们又继续 抢回来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这一个议题大作战 他们就会去抢回 这样的一个议题 金普通今天讲一句 又更有趣 他说 这个侯友宜 这个人很真诚 讲话很什么 很帅真之类的 然后呢 说他侯友宜 他的一个某一种特性 是他欣赏的 他说的就是 侯友宜 杀傅昆琦 跟杀李全教 那个贴文 呛说什么 国民党的什么 提名小组的那一篇 才会让金普通觉得说 这个人想法跟我一样 我愿意来帮他 可是他进来之后 到底这个竞选办公室 能够发挥到什么效果 对 侯友宜 你知道你现在 进去的竞选办公室 有两个去那算过 都落算 你新的竞选办公室 那个位置 两个人去那里都过 两个都落选 你会成为第三个在那里 是 好 所以这个侯友宜 找来金普通 外界都在看金普通 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 新的气象 让侯友宜的民调 能够向上爬升 但因为过去金小刀 就是以他的这个刀文明 所以大家都要担心 因为蓝银 不是大家 蓝银来担心 到底你会砍到哪边 会不会扩大蓝银的裂痕 成为双面刃 来亲往 因为地方的派系就说 这个可能 他们整个包包回来 会有可能导向 郭台银那个方向发展 这当然是有可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金普通 现在加入了侯友宜的团队 现在紧张的是谁 现在紧张的看起来 有两个部分 哪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国民党的小鸡们 第二个就是国民党 这些地方派系 被朱立文称为 牛鬼蛇神的这群人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首先你先看 这个金普通加入侯友宜的团队 你去注意 这个目前所揭露的资讯里面 不是只有谈说 他要管文宣而已 他是文宣 舆情跟组织 他都要整合要参与 所以他才去跟这个 这个侯友宜讲说 你要给我砍人的权利 所以这个只要在这个团队里面 不服从我金普通指令的呢 我就要叫他马上走人砍人 所以这个指令去跟他要 那个仲将我请问你 他的这个指令要的 难道只是针对文宣团队而已吗 显然不是哦 那当然小鸡获得提名 你不能说砍就砍 可是至少金普通呢 看起来对这些小鸡们 也不会太客气 为什么这样讲 对国民党现在危机来讲 他的危机呢 不是只有单纯 我们看到的 韩粉 国粉跟地方派系 不能整合而已 现在是连国民党 要选立法委员的小鸡们 都跟柯文哲眉来眼去啊 如果小鸡跟柯文哲眉来眼去 小鸡们在站台的时候呢 也可以找柯文哲来的话 那表示小鸡的这个选民呢 支持者不一定需要投给侯友宜嘛 所以说柯文哲也可以啊 是来请我补充一下 因为赞斯堡是有说啦 他说金普通出手呢 是看不下去 有些被提名的兰影小鸡呢 眼见侯友宜民调漏就想跳船啊 他金普通的直言 做人的态度都没有啊 是做人态度都没有 你看到这句话用这个讲话已经很重了 可是因为真的情况很严重 有多严重啊 你看这是今天媒体所揭露的消息 你看他在谈的是国民党 现在一直要硬挺侯友宜 但是国民党的小鸡呢 忙着勾搭柯文哲 中江这个用到勾搭柯文哲这五个字 看起来这个语气已经很重了 而且他在描述一件事情 国民党内现在呢 充满了两个字的气氛叫悲观 那为什么是悲观的气氛 因为一个国民党两个世界 哪两个世界呢 高层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认为说 现在就是要抢救侯友宜 没有换侯友宜的条件 但是对于现在在第一线 要拼立委选举这些人来讲 这个一不小心我们就落选 看到的就是侯友宜老三的状况 所以盘不够大 那要选举选不上 那大家花钱这时候出来选这个举干嘛 所以这是国民党小鸡的焦虑啊 然后你再看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呢 你看侯友宜今天在台面上告诉大家说 他找金浦冲的原因是 为了让人民过更好的生活 结果呢 侯友宜才讲完 你知道这个国民党内其他的人 上节目的时候怎么讲的吗 讲说金浦冲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参与侯友宜团队 原因是因为你看哦 这是赖世宝讲的话哦 赖世宝说金浦冲愿意跳出手的原因是 因为见到侯友宜的民调低迷之后 有些国民党已经提名的小鸡 开始蠢蠢欲动 想要跳船让金浦冲看不下去 所以金浦冲加入 请问到底是为了侯友宜所讲的 要让人民过更好的生活 还是因为很多小鸡要跳船 再这样下去侯友宜的选情会崩盘 所以金浦冲赶快跳进来 显然现在看起来 赖世宝认为这个原因是因为 这些小鸡要跳船哦 所以金浦冲怎么批评这些小鸡的 金浦冲说 他说这些小鸡呢 怎么会有这么样的人 怎么会有这么样的政治人物 没有党格 做人的基本态度都没有 他说国民党怎么会提名你 中江这话讲的多重啊 你知道他现在骂这些人 你知道里面有多少人 过去看起来都是马家军出身 什么意思呢 来你去想一下 前一阵子我们讲说 这个希望跟柯文哲眉来眼去的 有哪一些人 有罗志强啊 搞了一个政党轮替大联盟啊 有徐巧新啊 然后有游淑慧啊 那这才有张思刚啊 这些都是国民党提名 但是希望跟柯文哲保持友善的人嘛 那我请问你 罗志强之前难道不是马家军吗 徐巧新之前不是马家军吗 是这些都是马家军 结果这些马家军出身 那我请问你金浦冲跟谁 这个跟马英九的关系好不好 很好啊 马金体制耶 所以由金浦冲来教训 徐巧新跟罗志强说 你们是属于这个是什么 没有党格 做人的基本态度都没有 直言国民党 怎么会提名你 你不觉得这一段话 几乎就是直指这些人吗 而且罗志强的可能性 还更高一点 原因是因为 他跟金浦冲呢 在过去几年关系不是很好 为什么 2018年的时候 当时呢 这个用了那个时候的 县市议员的选举 那个时候呢 金浦冲推中佩军跟罗志强来参选 然后他们用一个马好联盟这样的名称 但用这个名称推 马好联盟名称去推 罗志强跟这个中佩军参选 台北市议员的时候呢 你知道当时他跟罗志强讲 他们选完2018了之后 还要布局是2020的立法人选举 所以金浦冲希望罗志强呢 他在选台北市市议员的时候呢 同时宣布他不选2020的立法委员 但是这样的一个条件呢 罗志强听完之后很生气啊 他从此跟这个金浦冲之间呢 两个人心生嫌弃 两个人心有芥蒂 所以在那之后呢 两个关系不好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的是罗志强 过去一段时间的举动 讲说要弃保这件事情 对蓝营的选民去做呼吁 这是多重大的事情呢 你应该唯一支持侯友宜的 然后你去呼吁蓝营的选民呢 可以去弃保没关系 罗志强的这个行为 我请问你 在金浦冲眼里看起来 这是不是一个很大逆不道的行为 是吧 所以才会用到没有党格这些字嘛 所以他讲的这些字眼 看起来俨然都是针对 国民党的小鸡来形容的 好 那大家就会问一件事情 那国民党现在小鸡到底 要求胜的状况有多严重 你知道今天媒体怎么叙述 来 你看这个标题 这标题叫做 侯友宜选情惨淡 小鸡虽然顾世名 小鸡虽然顾世名 所以他里面告诉你什么呢 他说对这些小鸡来讲 母鸡如果不能为选情加分 当然要另谋深入 确保胜算 然后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 有一个国民党的参选人 这个应该是被提名的 他怎么讲 这个参选人讲说 现在侯友宜连全代会都没开 支持度就沦为老三 他说小鸡对大选怎么会有信心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小鸡都讲到这种 而且不敢具名跟媒体讲这个话 所以表示小鸡心里很焦虑 结果呢 当大家我们刚刚所点到 都是台北的参选人 对不对 这则报导里面告诉你 国民党连中南部的参选人 也蠢蠢欲动 所以你看这里面点到几个县市 基隆 桃园 中南部 许多战况痴情的选区 阮营就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 也是跟柯文哲之间 有人他已经见过面了 那希望能够得到民众党的善意 然后仲将你要注意 问题出在这一句哦 只要柯文哲在总统选战 声势能够维持第二 只要民众党可以不提名 国民党的参选人 也会以适当的方式回报 哎呦 哎 谈条件哦 国民党的参选人 私下交易 以适当的方式回报柯文哲 请问要回报的是什么 选举要选的是什么 选举要选的就是选票嘛 你如果不是用选票回馈柯文哲 请问你要用什么回馈柯文哲 那如果国民党的候选人 是总统选票吗 如果国民党的候选人 因为柯文哲要是总统选票 如果你的候选 因为他选立委嘛 所以他不可能是要立委选票 要回报给柯文哲嘛 所以对这些人来讲 如果国民党的候选人 要总统选票 适当回报给柯文哲的话 那侯友瑜是要怎么选 然后呢 情况是在于 国民党现在都已经讲出来 你们再跟柯文哲没来眼去 要寄出党计哦 结果你看 国民党党计赐后 小鸡仁与柯文哲没来眼去 没有再怕的 所以你看这些人怎么讲的 这些人呢 现在看到罗志强呢 被踢到铁板 被党中央说 这个会党计赐后 所以最近他们会保持低调 只做不说 仲将请问你 只做不说是有做还是没做 只做不说就还是有做嘛 适当的回报柯文哲嘛 所以你看 另外一个国民党在北部的 立委参选人他就讲了 如果侯瑜还是老三的话 就不能怪蓝营小鸡们 设法安排与柯文哲怎么样呢 来注意看哦 他们现在已经预告之后 会出现的行为哦 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之后 要怎么跟柯文哲之间互动呢 来注意看哦 第一个行为 跟这些蓝营的 这些蓝营的小鸡跟柯文哲 第一在各种场合巧遇 第二在马路边拜票的时候 柯文哲刚好路过下车打招呼 这么刚好 你看讲这么具体 柯文哲路过的时候 然后他们拜票的时候 柯文哲刚好路过打招呼 第三个你看 并且礼貌性的柯文哲 跟国民党候选人一起拉票的场景 这个柯文哲路过 跟蓝营的小鸡呢 一起打招呼 拜票 你想想看这是什么画面 柯文哲拉着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 一起在拜票 那我请问你 他在跟选民拜票的时候 通常过去我们听到的是 立委一票 总统一票嘛 你一定是希望跟他拉票嘛 那我请问你 这个小鸡跟柯文哲合体拜票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立委投我一票 然后总统投侯友宜吗 显然不会嘛 因为柯文哲在现场嘛 你跟选民讲的话 就变成李卫道啊 然后总统呢 柯文哲自己讲说投他 那我请问你 这种分裂投票的行为 如果是从国民党的候选人自己身上开始的话 对于侯友宜来讲 这个选题还要选吗 所以即便是金普聪来 现在要处理最严峻的是 国民党的小鸡出走问题 更不用提到 这个对于这个金普聪来讲 他还引起另外一块 侯友宜本来想整合整合不进来 就是国民党的地方派系 所以你知道金普聪的消息一传出来的时候呢 有国民党的派系要讲呢 第一时间听到的 除了刚刚益川所说的 莫勒修之外呢 还有人说这个刚好就是 包花宽宽的 就是我们刚好打包回家回去了 然后另外还有人说 我们只要顾好我们的选区就好了 这个就不要管他了 这个盘我们就先不理他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国民党的派系里面 不是没有反弹的 而是反弹的情绪已经产生了 所以怎么处理这些 想要跳船的小鸡的问题 以及处理这些 本来就已经很难整合的派系问题 这些看起来对侯宇来讲 整合的难度是难上加难 是 来 昆宇大哥 以前你有跟金普聪 有过交手的经验吧 你怎么看他要如何处理 这些蓝银地方派系 还有蓝银小鸡 现在跟柯文哲勾搭的状况 甚至有可能是立委投这些蓝银小鸡 然后总统票投给柯文哲 他叫金小刀 金小刀嘛 小刀就没有用来砍的 小刀都是用来刺的 来戳的 他不是用砍的 所以他砍人只能砍家里的 他砍家里是很凶 这个以前有听说过 他在某一次选举的时候 他到台中 台中他喜欢台中的 这一组的青年部的人 还觉得他们很有创意 然后他觉得竞选总部的总干事 主委根本就是来捞钱 所以他下来开会的时候 总干事跟主委想了一大堆ID 然后提了一大堆案子 他通通不理 你们不要讲话 来我们听青年部这谁谁谁讲话 他就直接把那个 你要多少钱 然后要多少人 要什么资源 你赶快跟我讲 那我马上通通都播给你 他在总部里面的做法 一向是这个样 所以他说他很霸 霸气 对所以很霸 所以我一开始 昨天的时候 他说 他要有砍人的权利 我的第一个直觉 他要的这个权利 是砍总部里的权利 然后总部里面的问题出来哪边 你看看那个侯友宜 那边前几天在出什么事情 进办派跟市府派 两边还有不同意见 还互相放话 然后还打成一团 对 所以我昨天就讲说 然后跟党中央意见也不合 对跟党中央意见又不合 所以我昨天就 所以我那时候就 评论他们那边是 妙小妖宫大 那个持钱王八多嘛 那个毛泽东骂人了嘛 那个就那么一点点人 你是都是你市府出来的人 都是你注意伦系统的人 就已经剩那么点人了 然后两边还可以斗成这个样子 或是不爽成这个样子 那你没有一个人出来砍不行吗 所以我直觉是这个样子 那会到时候砍到的是 侯正盈的大将 市府砍 那侯友宜怎么办 对 这个问题是 这个问题是侯友宜 你自己是主帅 你为什么不做这个整合 不下这个刀子 你自己不下这个决心 不下这个刀子 请问你外面请来一个杀手 他真的能够帮你砍吗 那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你要绝对的授权 那以前有发生过 历史上发生过这种事情 叫做孙子杀爱妃 还记不记得 那个吴王要请孙子去治军 他就把爱妃弄两队 不听号令 把吴王最喜欢的这两个爱妃杀了 部队那个宫旅全部都可以一号令前进 他想要玩的是这个 可是 你不要忘掉 有一件事情 所有的变法改革者 他必须跟君王取得绝对的信任 如果没有绝对的信任 那个改革者迟早就会被弄死 这是商鞅讲的话 那个商鞅当初就跟秦孝公这样子讲 那三百年来改革者都死于非命 金浮冲跟侯友也没有深交 没有深交 所以他能取得绝对信任吗 问号 就到时候会不会反而搞得一团乱 搞不好金浮冲 所以大家今天在那边讲金浮冲的时候 有人打电话来问我 说金浮冲的这件事情看法 说不要急 你们那么急着去评论干什么 你先等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再说嘛 那他能不能够待到两个礼拜 我都有怀疑 这样子哦 那他上一次 上次之前 他被请去苹果日报 黎智英请他去 他待了一个礼拜 两个就翻脸走人了 他自己 他也是有脾气的 他觉得他没有功能 或者我 我无法完成我的任务 他就会走人了 就不符他理想 那就先不要急 所以大家先不要急 现在他待超过七天 先过了二期以后 他才会发挥功能 然后先不要怀疑 就不要太多的希望 第二个金浮冲的做法 他有两样东西 第一个他操作新闻很细 他细到什么程度呢 他会挑 那个他要弄 新闻要他要弄的那个对象 防御力最弱 回应力最弱的时候出手 比如说你出国 然后他弄连战 弄吴伯雄 全部弄王金平 那不是他 王金平不是他弄的 是罗志强搞的 他们搞 但是也是用了他的套路 你弄过这些 以前他们党国大佬 那个要弄吴伯雄就 这样啊 对啊 吴敦仪跟 跟他两个联手弄 都是什么时候 等他出国的时候 弄他 他弄我们也是啊 对我们 那个宋楚瑜到上海四伯 参加四伯会 他又在家里面发一条新闻说 那个李登辉退还 那个新票案的钱 应该是国民党的 还气人 那我们在上海 没有办法开记者会啊 被迫向台办车头 杀了你们措手不及 对 最后向台办拜托说 找一个饭店 帮我们找记者 我们在上海开记者会 那多丢脸啊 这个家丑还弄到外面去 他就在后面杀你 王金平那个 马王斗争的 虽然不是他干的事情 但守法就是他的守法 等你出国的时候 在背后捅 这是金小刀模式 那现在就是地方派系 跟这些小鸡们 那他可能会怎么处理 这些小鸡啊 投怀送报 他的恩恩怨怨 他太多了 当初他是秘书长 又代表马英九 大家总要卖点他面子 带着礼物去他家里面 当然会给他一点面子 现在谁理你啊 时空环境不同 对 第一个时空环境不同 第二个 这些都是他爸爸 那爷爷 那一级的人 那我现在小了 要不要理你 那而且 你你说小鸡也有可能不理你 马根金 讨厌地方派系是所有国民党的人 那地方派系人心里面都知道了 那个已经是广为流传的东西 那请问你真的就这样子下来 你就可以解决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然后最后一点 然后最后一点 大家回头去看他这个第一刀 第一刀他砍的是谁 我讲白了就是罗志强嘛 为什么是罗志强 他不喜欢他嘛 他2013年他就他在美国 然后搞那个马王斗争的时候 就已经听说说他美国打电话回来骂人 你这家伙乱搞 然后罗志强后来走人了 对不对 从上一次到这一次 金浮冲在大安区挺的是谁 挺的一直都是中佩军啊 他从来挺的就不是罗志强啊 所以讲罗志强 他会刷着蛋吗 哇金浮冲跑去猴半句了 所以他小小的先捅了他一刀 这一刀不痛啦 吓吓你而已 这你不要乱来 不是真的出手 对 还不是真的出手 所以后续还要看 金浮冲到底到了猴半之后 可能会耍出什么样的刀 扣起怎么样看 后续如何发展 地方派系跟这些小鸡 有可能就是说 让这个金浮冲把他给镇住吗 金浮冲这个人 他当然熟悉台湾的媒体啊 而且他 某个程度他是有江湖义气的 还有一点 他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 他就是很讨厌 他就想把他赶走 或是把他打垮 这是真的 所以在这个情绪之下呢 现在台面上的国民党那些 他看不顺眼的人 他当然第一个就把他们给撂倒嘛 对不对 他要做的是 他们他是这个奇人 对不对 爱心绝罗 那眼看着 这个马英九树下的江山 被你们这些小混混搞成这样 怎么可以呢 金浮冲在过去 我跟他这个交手经验 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媒体 几乎就是他细腻操作的对象 他真的很厉害 他可以在马英九发生了一个危机处理的灾难的时候 他可以 他可以第二天立刻跟你电台连线 立刻把马英九抓到现场 他的那个反应之快 然后那个扑面这个负面数据 负面新闻的那种指挥能力是很强 因为所有的团队都要听他的话 马拜里面记不记得有个吴玉生 对不对 那吴玉生那时候做新闻局长 有的时候没事还跟我在那里 杠来杠去的 我做局长 我分配那个市长是去哪里 这个专访 结果打电话给金浦冲 结果金浦冲把他骂了一顿 然后市长就来我的节目了 你就知道金浦冲如果要操盘 侯友宜 你最好先问问我们这些熟悉金浦冲的人 他是怎么操盘法 他那个时候 2012年操盘有两种方法 第一 他把2012年的马英九的操盘 他请的人是谁 我不好意思讲他名字了 是当时的娱乐界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教母级的人士 帮他操盘大型的舞台 大型的这个 所有的秀这个造势场合 然后唯一的要求是 远远的听起来像民进党的造势场 果然2012年马英九的所有的造势 听起来远远的都好像是民进党人 在那里所旋转 另外还有这个让马英九呢 随时随地都有特别的这个新闻媒体的触角 他的新闻媒体的触角是多深的 你记不记得那个 那个温家宝说 要镇压这个西藏的时候 他是早上有新闻 中午就开记者会 我还记得当时的他新闻联络人 其实是后来做客委会的 那个黄玉珍嘛 对不对 那也是他找来的 然后他们就立刻打电话说 我们今天就要开记者会 今天就要马英九就要表态 马英九表态说 这个你如果镇压西藏 我这个2008年 那个是2008年那次 我那个奥运我都不去派人参加 我的意思是这几个例子举例起来是 雷厉风行 你不仅要给他这个第一个全权受命 要给他砍人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上方宝剑之外 你还要下面那些人马都是他的人 你的步调还要跟他一致 还有你那个候选人要爱他如己 两个人要交情这个是 这个如常年的知己 但是侯友有吗 没有吗 所以现在是 现在是疾病乱投医了 但是抓到的一个服务 总比淹死好啊 我觉得这个还算是一个招数 这还是一个国民党人 眼看着那个柯文哲在那里 小七会比较收敛吗 小七会比较收敛吗 当然会收敛啊 那罗志强看到金普聪 应该腿会发软的 那更别讲另外一个 这个说人家那个侯友宜什么满脸酥 酥气怎么团结 这种话不是金普聪会讲出来的 那个家伙是金普聪呢 马英九时代就小小年纪做中常委嘛 我记得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金普聪出山有个好处啦 就表示我们这些四年级生 还是有江湖道义的 比他们这些六七八年级生 有情感吧 对不对 但是他能够发挥多大功能 我觉得就在7月23号 不被换猴之前 他就忍下来吧 我觉得他的这个功能就是让侯友宜 可以让全代会通过 可以让全代会通过这个侯友宜的提名 那至于接下来的这个状态 那要看他金先生爽不爽了 金先生这个辅选是非常非常有条件的 2012年的时候呢 好像是他们的操盘手 他是总干事 还有这个进总组委啊 什么每天早上7点钟要开会 然后金普聪说 你7点钟我要去慢跑 要不然的话 我头脑不清楚 我没有办法来台会 然后呢金总的人气得半死 然后那你怎么可以总干事不来的 然后后来呢就炒成一团 然后马英九说 金普聪可以有特权 他可以去慢跑 他可以慢跑回来再决定 所以这些种种显示出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了 把他拉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 金普聪有这个 有这个决断的执行力 那至于他对于那个傅昆奇的地方派系这个部分 我怀疑他们已经有消息显示出地方派系 要想让郭台铭在全代会之前搞掉侯友宜 所以现在这个在救侯友宜不换侯 在这个状况之下那谢龙介很嚣张啊 他说他说那个金普聪来了就变成那个 赖清德会被变人化 这是谢龙介说的嘛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说他也透露了一个秘密 就是侯友宜现在要真的是第二名 第二名 他要往上爬嘛 总不能第三名落选 你中欧国民党去死啦 然后共产党都不想理你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觉得人家这个爱心觉罗 清朝人这个奇人还是蛮有感情的 只是看你侯友宜有没有这个智慧能力 来运用他的优点 外界拭目以待了 金普聪是不是能够帮助侯友宜 让他民调往上爬一名到第二名 只是说现在眼前金普聪要处理的问题 恐怕非常的复杂 因为过去跟现在时空环境完全不同 整个的资源环境也都不同 那比如说柯文哲今天跟蔡碧如 一起到台中的大甲阵冷宫去参拜 然后蔡碧如就说 要勇于挑战绿营的强区 所以柯文哲这个最强心腹 蔡碧如要去选区域 那蓝营还有戏畅吗 来冠底你的观察 现在金普聪有办法处理 这些蓝营的小鸡 靠向柯文哲吗 我现在讲台中这个台中第一选区 蔡秦昌副院长这个选区 为什么蔡碧如的这个动作 现在引发大家的讨论 因为这个是柯文哲他在立委选区当中 战合两手策略最极致的显现 为什么会这样讲 我们大概在一个月前呢 台中很多朋友在讨论的重点是 台中第二选区 盐宽人这一区 民众党会不会派人来 于是就看到了新闻说 哇吴欣盈有可能到台中第二选区 后来吴欣盈没来嘛 没来之后呢 你就看到柯文哲在今天跑去大甲 镇南宫 虽然说盐清彪因为出国没办法接见 然后由郑明昆副董事长来接待 而在下午的时候传出一则联合报的独家新闻 讲说虽然盐清彪无法来接待 但国民党的盐宽恒立委会到大甲镇南宫哦 为了什么原因回报柯妈当时跟盐宽恒巧遇的这一个恩情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中俄选区当时的补选的时候 柯妈不是有跑去台中跟盐宽恒做合体吗 对 这个是一个理由嘛 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现在台中我们以前很多朋友沸沸扬都在讨论嘛 这个就是柯文哲他的战和两手策略最极致显现 今天如果说你盐宽恒或你盐家 没有对我柯文哲对我民众党表达善意 我的吴欣瑜可以去哪里选 而我们了解台中选前都知道 在中俄选区民众党提人 基本上盐宽恒出局的几率很高很高 这个是中俄选区的状态 所以柯文哲以此就可以要挟一些来的地方派系了嘛 对不对 不然你总统要偷谁 所以今天柯文哲民众党党党主席 他今天得去大甲郑南宫去参拜嘛 郑明昆副董事长来接待 跟大家来互动嘛 跟盐宽恒见到面嘛 这个事情就是我讲的战和两手策略的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 好那蔡壁如选中一选区是什么意思 中一选区是什么状态 中一选区是蔡其商副院长在上次拿了66.69% 碾压性的把国民党碾压 他拿下了立委选举超过10万票 他拿超过10万票 对方大概只有他一半 所以这个地方对于国民党来讲 是监困中的捐困的捐困 所以到今天为止 国民党有没有提人 没有提人 到今天国民党 不知道要提谁 你现在传出说什么有个大学教授 大家不太认识 你现在传出有可能是谁 可是讨论不高 也没有认为他会真的选 那为什么一直讲战和两手策略 今天柯文哲正式民众党提名蔡壁卢 蔡壁卢跟柯文哲的关系 够有代表性了吧 选中一选区 这什么意思 一方面告诉大家说 我们真的在很多金困选区 我们会去战哦 第二个 我今天因为你国民党的部分选立委的人士 跟我算是有尊重我 我今天不去提你国民党现任立委选区 我去提民进党现任立委选区 而且国民党还提不出来的选区 就是中一选区 这一选区提到区会导致什么效应 他预留一个伏笔 国民党你们现在提不出人嘛 有没有可能如果最后都提不出来 变成是一区 国民党离乱民众党的区 这都是在柯文哲的算计当中 我们了解台中状态的人就知道 这一区对于国民党的乱完全没有损失 因为国民党提也不会赢 蔡其昌在这里精神太好了 可是他可以塑造出一种可能性就是 不是每一区都是我们民众党 让你有一些部分选区 你国民党选不远的 也许你也可以让我们民众党 而且我们的目标一致 我们要下降民进党 国民党如果真的侯友宜撑不下去了 你们也可以支持我柯文哲 所以战合两手就是柯文哲的极致 我一直讲这个战合两手 这是最大筹码 我今天你不乖 你今天不来跟我柯文哲眉来眼去 我就叫人去你国民党立委选区选 你对我好一点 我去提民进党的选区选 你国民党根本提不出来选区 所以中一中二这两个 就是现在柯文哲他真的脑中想法的极致 回来侯友宜本身 金普聪啊 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时候是 他在2012年底 2013年初的时候 刚接驻美大使 那个时候他如日冲天 我永远记得那个时候 我在第八届的立法院当国会助理 永远印象很深 金普聪他就职一个月之后 回到立法院去背询 所有的国会助理在他背询的前一天 全部挑灯夜战 民进党的立委们的助理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说 金普聪终于来了 我们明天一定要让我们的委员 在咨询台上把金普聪给撂倒 我们说一堆助理 是那天挑灯夜战 中心大楼 整个灯中没有按掉 到半夜到他准备 然后磨刀后后 当时的立委阵容很强 他说什么黄伟哲 陈奇迈 段仪康 林家龙 一堆人 等着咨询他 全部 每个摩托会要把金普聪撂倒 萧美琴 结果隔天我实话讲 隔天金普聪神色自弱 如有神助 面对所有民进党立委咨询 是强硬回击 而且当天的媒体后来都认为说 民进党的立委们没有讨到便宜 我要讲的重点是这个 后来我们事后检讨 其实不是民进党立委没有战力 这些民党立委那么有战力 是因为金普聪背后的靠山 我们刚刚看路顶记 为什么伟小宝可以晃来晃去 背后康熙给他靠 康熙不信任他之后 有些人就萎靡不振 所以当时的金普通就是 马英九当他最大靠山 他在立法院面对民进党 跟你强硬的来强碰 他甚至当时所有咨询 质疑他的事情 你们是推论 你乱讲什么的 那个气场之强 但回来现在的选举 今天他的老板不是马英九 今天他的老板是侯友宜 是老三侯友宜 他今天要操盘 不是只负责文宣 你看他把新闻稿怎么写 他说竞选办公室执行长 竞选过程领军的总领导 我看到这句话我吓到 因为我对侯友宜团队 虽然有一点认识 我就问一个问题就好 侯友宜最信任的谢政达 跟金普通战法会一样吗 一定不会一样 对 他们两个意见不一的时候 听谁的 对 今天如果是谢政达的人 金普通说要砍 谢政达会翻脸 砍谢政达怎么办 如果要砍谢政达 对不对 侯友宜要怎么办 你最亲近 而且最挺你的现在 人家还持副市长 还帮你 结果现在这个总领导 是金普通 不是谢政达 所以我认为 我非常赞成 库宇哥讲的 看看啦 看看啦 状况可能不是 大家想象这样 到底有没有办法磨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值得观察重点 接下来我要讲 大家也别忘了 就是说 金普通其实大家也不要 高估他的影响 刚才我把他厉害的地方 我客观陈述 但是我说真的 现在年轻人谁认识金普通 金普通上一次亮刀 也差不多也十年前了 十年前了 我们常在讲 说年轻人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 太阳花学运 年轻人不知道福茂 我们重新沟通 但金普通的能力 不是靠重新沟通 是他在这个选战中 显示住自己的能力 要让老三侯友宜 可以变成老二 甚至能够往前 才会越赖金德 但我要提醒 金普通操盘之下的 马金体制 现在马金体制要复辟了 他面对两大挑战 第一挑战是 马英九后期 金普通在操盘 整个马金体制状况底下 最后的结果 人民给他打的分数叫 9.2% 对 哎哎 侯友宜还有18% 会不会操盘到最后 把侯友宜往下掉 值得观察 第二点是 我们看到侯友宜的起手势 现在变成是 福茂协定重启 但是老共也出招了 老共刚刚对外已经 国台办已经正式的 发布新闻了 他们说 他们当然乐见 这个互惠的福茂重启 但有前提 说要在 9.2共识下 可以谈 所以金普通 他现在马上命的 第一个课题是 你的老板 侯友宜现在 赞成重启福茂 但不碰9.2共识 那你要不要让你的老板 现在老板 侯友宜 接受你前老板 最喜欢的9.2共识 这一题我认为金普通 非常难去突破 而且无论他选择要接受不接受 侯友宜两边的都是伤 柯文哲对民进党态度非常凶狠 对国民党冷嘲热讽 对中国跟郭台铭 看起来是非常的恭敬 因为最近郭台铭在端午节的时候 就是说 传出找了王金平 然后跟他说 表达了继续独立参选的 这样的一种宏图壮志 而且强调郭柯配 而且有提到要并购民众党 那这些话传到柯文哲的耳里 他怎么如何回应 他就说 政治上跟商场不一样的 政党合作用并购来形容 他说天哪 一听大家都吓到了 金黄 这个柯文哲 对于郭台铭的态度 怎么差这么多 怎么这么的恭敬 感觉上跟中国一模一样 那再来我们就注意到 郭台铭最近说什么 七月中要去美国 甚至可能去会见 亲中的美国的 非常有名的 这个前国务卿 季星级 到底郭台铭 现在在铺成什么样的大戏 我必须这样讲 郭总现在就是一直 往独立参选总统的方向在走 这个事实是没有变的 所以当郭台铭 往这个方向在走的时候 对于柯文哲来讲 当然会紧张 那为什么会紧张 坦白说对柯文哲来讲 他跟郭台铭之间 两个有一块的支持者 是重叠的 那也就是因为 有一块支持者是重叠的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他当然要尽力维持 跟郭台铭之间友好关系 要不然这一块支持者 如果流失的话 那可不堪设想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对于柯文哲来讲 他要一直保持 友郭跟尊郭的关系 在友郭尊郭 而且郭不选的情况之下 我要特别把 郭不选这三个字拿出来 因为看起来郭目前 是要往要选的方向走 所以在郭不选的情况之下呢 郭粉会往哪里去 郭粉不会流回国民党去 比较高的机率是 流到柯文哲身上去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当然要尊郭 当然要有郭 可是问题出在说 现在好了 透过这个媒体的 独家内幕的报道 转述出来的消息就是 郭台铭现在看起来呢 他用了并购 两个字形容 跟民众党之间的关系 过去在上次 2019大选的时候呢 大家都认为 那时候郭台铭像是 想要强行并购国民党 那这次看起来 他是要强行并购民众党 那这件事大家在看的时候 就非常的有趣嘛 因为柯文哲已经出号选了 可是仲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在没有领表登记确定之前 一切都还有变数发生的可能性 而且现况是什么呢 现况是对于郭台铭来讲 我们就两件事情来讲好了 第一个对郭台铭来说呢 民众党呢 其实坦白说是缺粮又缺人 什么叫缺粮又缺人 好我问你一件事情 对于民众党来讲 现在要拼大选缺不缺钱 缺钱嘛 因为总统选举的规格 跟台北市长选举的规格 是完全不一样 甘争不甘 那个不是 那个没有个好几亿 你是没有办法选择起的啦 所以对于资源跟钱的部分 是缺的 第二个缺钱不是只有总统 缺钱还有哪里 缺钱缺粮还有立委的部分 那你要想说 全台湾这么多选区的立法委员 对于民众党来讲 现在呢 你要找人去选的话 请问需不需要给资源 需不需要给粮草 需要啊 因为你至少每个地方 都必须要成立他的 那个竞选的团队啊 你要有竞选的办公室啊 这每一项办公室的开销 人员的开销 都是钱的支出 对柯文子来讲 这些都需要 那另外一个就是人的部分 钱有了 但你也要有人嘛 所以民众党现在据我所知 到处在找人 找了一些呢 甚至本来跟民众党 或是跟可能对柯文哲 之前也不是那么友善的人 但现在都找上了 找上的原因是因为 真的要找人去参选各个选区 所以对于民众党来说呢 缺钱又缺人这件事情 是郭台铭他认为说 我都已经知道了 柯文哲跟我也提过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郭台铭一直认为说 他能够并购柯文哲的原因 能够并购民众党的原因 好那再讲第二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当今天柯文哲被问到 这件事的时候 柯文哲的反应 跟民众党反应 其实稍微不太一样 柯文哲讲话比较软一点 他说天哪 大家一听就吓到了 那我问你 大家一听就吓到 这句话到底是 不想被并购 还是想被并购 其实记者想问你的问题是 请问民众党 你愿意被郭台铭给并购吗 这是我们媒体人会问的问题嘛 所以这就是 柯文哲回这句话 请问有回到重点吗 没有嘛 他叫做大家一听就吓到了 然后马上转到另外一件事情说 那郭台铭要先回答 他之前话讲太满 讲说承诺帮助侯友宜的事情 他马上跳针到这里去 对马上转移焦点 是啊 问A答B嘛 众党都知道 我们媒体在问你的时候 一定是问说 那你这要愿不愿意被并购 他马上跳开这个问题 马上转到那边去 赵柯文哲的风格嘛 一定会回向郭台铭 你想变过民众党 哪有可能 我现在民调第二了 他一定用比较尖锐的言辞 告诉你说那不可能 就一句话也可以嘛 可是他连不可能都没有讲出来 反而是民众党的立法委员 有人跳出来跟他说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因为对民众党立法委员讲 这个时候如果柯换成是郭 那变动性太高 为什么 因为郭台铭在2019年的时候 本来一度看起来跟郭台铭 柯文哲 王金平三个人还成立联盟 然后那时候也说要让郭台铭选 结果郭台铭说不选就不选 所以郭台铭有可变性的情况之下 民众党的立委或是要参选人 这时候看到郭台铭 如果要来郭柯沛 他要并购民众党 我请问你 对这些小鸡来讲 民众党的小鸡 会不会揣了一旦 会啊 看了也会怕 虽然是很强大的母鸡 但是呢 这母鸡一旦说 我不要当母鸡的时候 他是也可以说走就走 所以对民众党的 这些母叫选立法委员的人来讲 看到郭台铭 其实坦白说心里是怕怕的 所以柯文哲看起来表现的比较软 但是在民众党立法委员的表现就很硬 就说绝对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但是以我所知道的是 郭台铭现在还是认为说 他能够并购民众党 然后变成郭柯辈的情况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 对于郭台铭来讲呢 除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 他认为在723之前 这个虽然他有人 他的谋事 有人跟他提到这个案子是说 这有可能在723之前还是有换猴的可能性 但是越来越多人都已经跟郭台铭说 那个几率是降低的 所以 所以郭台铭现在是开始往布局 独立参选跟联署的角度去走 这件事情是越来越真实 7月10号说要去访美 也刚好在723国民党全带来去钱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 他去美国有可能再造一波事吗 当然会 因为那是他布局的一环 我刚刚是不是有讲说 他已经开始在往独立参选联署的方向在走 所以我有朋友是已经接到 郭台铭旁边测试的电话联络 然后再告知他 郭董在往要选的方向走 而且接到电话的人看起来也变多了 所以这是一个讯号 另外一个讯号就是 郭台铭在布局要访问 出外访问是事实 那他要拜访这个人也不是小人物 他要拜访的是 美国在外交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 叫做季辛吉 他是美国前国务卿 是那个美国前总统 那个尼克森时候的国务卿 他的重要性在于说他开启了 因为当时美国跟台湾之间还有邦交 他开启了跟中国的接触 开启了跟中国接触之后呢 美国从此就一直往跟中国建交的方向走 然后呢 等于季辛吉是打开这个门 也在美国被视为是亲中派的代表 那现在郭台铭到美国去找季辛吉呢 现在传出来说 他要跟季辛吉讨论所谓的金门和平宣言 就是郭台铭所谈的金门和平宣言 那我请问你 你如果是郭台铭不选总统的话 你每一次花那么多钱 见季辛吉你以为是 莫名其妙去找他 他都会见你哦 不是你一个路人在路边打电话 说我要联络一下 安排能不能见到季辛吉 你连季辛吉要联络谁 你都找不到了 所以你要找到季辛吉 然后同时你要在他跟你见面 那个都是需要一些费用的安排 那不是说见就见哦 所以郭台铭这么大费周章 要从台湾飞到美国去 然后要奶这张门票 去跟季辛吉见面 可见他在总统的路上呢 一定是有规划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说 郭台铭往独立参选总统这条路呢 看起来他的几率是越来越高 是的确 那明宇如果说郭台铭不选啊 干嘛去美国呢 对不对 然后干嘛又跟王静明讲了这么多呢 再来又讲说并购民众党 显然他的企图心依然非常大 只不过这个柯文哲 恐怕他现在已经想到 他民调第二了 现在已经想到分官封绝了 包括什么王悔翰 是这个什么新闻局长 没有新闻局长 NCE主委好了 然后之前王悔翰法务部长 现在呢脑筋还动到 有六千个文官可以让他运用了 坦白讲我两边都有问 那今天我先问郭那边的人 郭那边给我三个答案 就是说是没放弃 就没放弃 继续努力 对就是继续努力 那就叫哪个方向 确实跟新黄所讲 大概是独立参选 因为现在他的第一个优先 还是想说要换猴嘛 可是你看猴今天的大动作 包括 都找了金普冲了 对啊 所以大家会觉得换猴 大概基本上这边梦 郭董的梦大概就碎了 所以他现在开始要靠向柯文哲 那我先讲郭这边的人 郭这边我觉得他跟猴 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把选战看得太简单 你知道郭现在的状况 惨到什么地步吗 他跟郭文公司 大概都签到六月底 然后呢 包括他的行为联络的人 都已经被fire掉了 所以他现在身边 是整个没人的耶 那你看他的这个一些 就是一些演讲 那要不要续约 约到六月底 现在都没有了啊 就没有了啊 延到七月八月 这个你问题非常有趣哦 我有问啦 我是说那你们这些公关公司 那他回答的我人是说 有钱 这些人都会再回来的 没错啊 大老公有钱啊 你有钱你哪是测试会找不到 续约嘛对不对 对对对 全部通通都会回来 全部都会回来 但是我会觉得说 奇怪你如果要继续选的话 你怎么会 这个公关公司你没续约 然后再来你身边的幕僚 这个掰的掰 然后走的走都没 他这身边都没有人了 他现在的讲稿大概是鸿海的法务 帮他写的 所以我认为说 你现在如果要选总统大选的话 他现在当然是靠议长派为主 所以你看他如果有空的时候 他都会去什么 找周典论啊 找何胜峰 就还是找这些议长派 因为他的心里还是觉得说 议长派 这个能够帮他动员人啊 才是有真正的地方实力 你公关公司大概只有空战的能力 所以单单是我还是认为说 他把选战想的太容易啊 你怎么可能就是说 你现在这个就像侯友宜突然去找这个金普聪来帮你操盘 这个人对你完全不了解 跟你没深交 然后你就突然把整个选战 这个就交给他